Hello 大家好 朱春奴 很久沒說過水客走水 最近講到大橋海關 在上星期五查獲一宗粵澳兩地排車 藏匿走私19個高檔手提包進入內地案件 當日上午9點左右 關員在進警客車車道巡查時 發現一部粵澳兩地排車存在異常 隨即對該車實施檢查 叫他照X時光 當然圖像以上 經進一部人工查驗 關員發現車主副架座椅靠背 後排座椅靠背 懸掛四個頭枕 枯筍手感非常硬 拉開後發現 枕頭裏面都藏有高檔手提包 底的樣子全部都有LV 關員打開車輛後備箱 從雜物遮蓋的黑色袋裏 亦查獲同類種類的高檔LV手提包 經稱共搜到19個LV包包 如果不是A貨的話 應該都皮靈兩皮一個 這批貨都值幾十萬元 可能之前駁過錶 又得吃過 所以用這種方法 駁你不用照X光 那就沒事了 如果他成功過關 這批幾十萬的貨 省稅可能都省了十幾二十萬元 不奇怪 海軍提醒 如果這樣藏匿藝莊門部 逃避海軍的監管 帶這些物品入內地 當然是屬於走私的行為 情節嚴重 會構成犯罪的 好 這集再見到這裡 如果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按鈕和分享出去 我們下集見